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今天线上的我们专班跨领域论坛 那今天我请到的其实是我们国发所的强棒周卫田教授 他现在也是我们台大风险社会与政策中心的总计划主持人 周老师常年都是从事于风险社会的研究 所以关于举帆向能源转型还有气候变迁 一直都是他非常关注的议题 而且像这个礼拜天刚好是母亲节 那像在英文里面刚好都是讲Mother Earth 说地球是我们的母亲 所以可以说他这个是最应景的一个议题 因为他今天要跟我们谈的是 聚变台湾启动长期能源转型的这个大议题 这个是大灾问了 不过我相信不管说对于台湾还是对于甚至于地球 我们母亲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 所以我想进行的方式就跟以往一样 我们就请他就他的这个主题进行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报告 然后我们留半个小时Q&A 那我就把这个主题棒交给周老师 谢谢那个师所长师老师 我们工工所所长 然后冯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应该是听不到各位的声音 那这也是一个remotely discuss 这个是一个常识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师所长 邀请我来做一个演讲 那我想这个 我会根据我们去年台大风险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个报告 来谈这个巨变台湾启动长期能源转型这个架构 来跟各位做报告 那我的powerpoint大概有100张 所以我会勾实物very fast 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 大概我们可以来做一点讨论 大概希望在8点20左右能够stop 然后大家来讨论 我今天刚好写给经济日报的这个名家论坛 大概有几个重点 就是先做这个前些的报告 就是说这次新冠肺炎武汉肺炎 就COVID-19其实跟气候变迁一样 都是一个跨界的 跨界的一个全球化跨界的风险 那我们可以看到COVID-19看起来是短期的 气候变迁是长期的 可是从长久来看 基本上气候变迁在这几年 在20年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 各位不要忘了澳洲的这个野火 到今年2月充去年 然后加州的大火 然后前几年 2017-18的关系机场整个 整个那个当掉 然后日本的灾害也非常多 那不要讲是说 2005年的美国Catrina 飓风2012的Sandy 然后到了这个2010 整个泰国有三分之一国土 是泡在洪水里边 所以全世界基本上是面临这样的一个区变 所以我们再重新来看一下 现在大家都在关心 不会只有这个气候变迁 所以我要把这两个人关联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COVID-19看起来是短期的 非常急促的 气候变迁是长期的 可是它其实是一直在持续在发生 那这两个都有一个相当都同样一个特性 就是它跨越疆界 跨越领域 跨越除了疫病传染以外 它造成社会经济的冲击 非常的快速 而且它含有科学上不确定 因为我们跟2003年我们SARS一样 我们不知道COVID-19的病毒长得是怎么样 这样一个冠状病毒 是这样 那气候变迁也有这样一个特性 所以我们全世界在讲说这是一个新常态 那我最近递给一个国际组织的一个概念 我叫做它是一个disrupt new normal 它是一个破坏性的新常态 因为它很快破坏了世界各国的整个政府 政治治理跟经济的 还有公共卫生的机制 所以这个破坏非常强 所以我们无理要把COVID-19跟气候变迁 看成一个已经是未来10年 10年或10年十出头年会再持续发生的一个新常态 那为什么它是破坏新常态 就是像我讲的 它发生的破坏我们政治经济社会的体系 第二个就是台湾深陷在新旧的经济跟合设经济转型的思维里面 这个我待会再有PowerPoint再讲 然后再来是说台湾的气候的脆弱性 还有台湾是非常高排碳的产业 然后再来是台湾现在也深陷在能源转型 老化跟人才 这整个五大的系统风险里面 加上我们有青年贫穷 加上我们有世代差距 加上有社会公平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现在台湾面对的非常挑战 那如果把台湾现在这个五大的系统风险 再加上COME19我们会来想第三点 无论是B型U型或L型的经济复苏 其实台湾都要重新去面对 整个全球内部跟外部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 第四点就是说 在今年二月之前我们都一直庆幸 而且一直在谈说 因为Sino跟中美贸易大战造成台商回流 所以过去20年来台商 台湾每年大概只有100亿的投资 从前年底开始到现在 台湾基本上每年都有好几千亿的投资 昨天最新的消息 已经有接近8千亿登记的投资 那大家想说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台商回流台商受益 所以我们刚好要脱胎换股去转型 因为我们前面20年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投资 现在刚好这个投资是应该要在气候 能源跟社会经济做好新的转型新的投资 这一次再加上COME19的程序 不会只是一个中国美国跟台湾的 全球分产分工链的改变而已 它会变成全球分工链的改变 因为很多国家现在去中或是反中 这个情绪已经到达了天安门事件的成绩 这是昨天出来的消息 中国内部自己的文件 第二个就是说全球会大量的撤离 从中国里边的分工面出来 所以它的情势会让原本在台湾 是以生产中间材为主的制造基地 也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会跟之前二月之前的情势完全不一样 那第五个就是数位转型 其实就是全几年 这几年来全世界都在讲 数位转型会造成全球的永续发展 包括减碳 包括低碳 包括各种新的制造 智慧制造这些东西 那这一次 COME19包括我们今天 我们这边也是用数位的方式在上课 所以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教育方式 未来的生活或行动模式也会改变 所以加上这几个因素 我觉得台湾现在挑战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要待会要讲 基本上是建立在去年底之前的一个观察 那我现在一开始讲的 就是建立在我们最新的观察 从这五个面向 各位可以看到 台湾现在要面对的 除了自己内部的五大系统风险 我刚刚讲的 核色经济的转型 高碳社会 还有我们气候脆弱性 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化的问题 我们的这个人才的问题 还有我们整个能源转型问题 这五个面向问题 我们要面对全球这样的一个变局 面对这样一个变局 我们应该怎么办 那我想这个 来参与论坛的同学 都是专班同学 你们都是在产业界的第一线 所以我相信你们的感受 一定比我们在教育界还深 所以这样的感受 你可以看看台湾面对的变局 应该要怎么办 那我们在去年之前 我们都在讲说 台湾的政府不要再用这种低的这种 所谓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成本 或是这种生产要素 低的水价 低的电价 低的劳动价格 来支撑低的毛利 台湾应该勇敢的迈向第四次工业革命 以人为本 这个环境永续 社会跟科技创新 需要有一个品牌的国家 这个转型本来是需要的 加上COVID-19 我们是不是更加要加上这样的转型 各位记得 台湾被迫 在这个COVID-19里边 更加速的整个生产基地 一定要从中国 回到台湾或回到南向 或回到其他国家 或去到其他国家 所以这个状况 是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我一直认为是说 无论我们的政府跟产业界 或是我们的民间 应该重新来看 这一次的冲击跟变局 因为这是其实是 台湾30年以来的大变局 去年其实 去年底大家在讲 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台商回流 就是台湾近30年的大变局 那我想现在可以更加说 这个变局着力更深 那我们看到政府现在的作为 包括从纾困 在第一线的纾困 对于贫落的纾困 这是一定是要做的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全世界现在各国 包括世界银行 包括OECD 包括欧盟 包括欧盟的17个环境部长 都在前两天签署 包括更多的全世界智库 包括麦肯锡 还有很多重要智库 都在谈后新冠肺炎 后武汉肺炎之后的 绿色复苏 或是整个绿色新政 那等于大家全部人在变局 我想如果现在在这个论坛里边 有同学是在5G的 这个单位 5G的单位服务 各位可以想到 虽然在新冠肺炎的这个状况底下 中国还是加速对5G的布局 全世界都在谈5G的布局 未来的冲击 这是得力的产业 或是它不受影响的产业 但是还有其他产业 可不可以透过这样的数位 或透过其他方式 产生一个大的变革 我想这个就是大家要来深思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台湾的政府 应该跟民间重新来审视 我们的系统风险 我刚刚讲的 我们要不要在低的生产要素 继续用低的毛利来生产 核色经济要不要转型 第二个台湾的气候跟能源转型 第三个台湾的老化问题 第四个台湾的人才问题 然后第五个就是台湾的 整个气候跟能源的质疑 怎么办 所以各位看到我们的标题 叫巨变台湾 启动长期能源转型 为什么要叫做 启动长期能源转型 因为一个国家的变革 不是一处可击的 可是你今天不开始做 全世界都已经在谈 后新冠肺炎之后的 这个绿色复苏 跟整个绿色新政的布局 我们如果还在原定踏步的话 我们一定是会被淘汰的 我们一定是会被淘汰的 所以我待会就是从这个角度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台湾的政府 一向都是在扮演救火队 讲南天一点过来就是说 我们缺乏长远的布局 缺乏长远的前瞻的眼光 来看我们国家跟社会的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有弹性 但是我们非常可以有快速 可是我们缺乏长程布局 就会产生许多问题 待会有机会再举一个例子 为什么全世界现在称谓德国 虽然它的确诊能数非常高 可是它死亡率非常低 是因为它也做了一些前瞻的预防性的一些布局 好 所以各位来看到 我们的PowerPoint 就是巨变台湾 那因为这个影像的关系 所以就要麻烦我们现场操作同学 可能这个调整 手动调整一下 这个PowerPoint 跟这个人 所以长期能源转型在这个 各位可以看到 目录包括一开始会谈全球气候灾害 那我们刚刚已经谈了新冠肺炎 第二个会谈东亚高碳社会 台湾是属于东亚高碳社会的经济体 第三个台湾面临系统性的风险 核色经济的风险 第四个谈核色或绿色的S曲线 第五个就会分析台湾高耗能 高污染的产业分析 这一块比较难一点 所以我待会可能会skip过去 第六个气候经济新典范 全世界都在谈气候经济 然后台湾准备好了吗 台湾的产业界准备好了吗 台湾的社会准备好了吗 台湾的政府准备好了吗 政府治理的变革 然后我来看什么是 艰困的社会工程 气候跟能源转型 所以这里边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在今天也可能是online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临场讲的那个 所以我想有很多东西 我们还是跳过去 各位可以来看一个总图 我们可以来讲说台湾其实 它其实应该中间那三个要转动 台湾其实面对气候跟能源转型 是一个所谓的三螺旋运动 我们会来自国际的垂齿压力 国际的气候公约 跟社会水平的压力 社会我们的社会要求越来越干净的产业 越来越永续 越来越环境友善的产业 这是垂齿的压力跟水平的压力 那这垂齿跟水平的压力边 还有三个螺旋同时在运动 最上位的就是能源减排 能源碳排 因为我们台湾到底要LNG Corefire 核能 或是我们要再生能源 都会牵动到我们的排碳 那第二部分就右下角的产业转型 我们台湾有现在是出数位的 这个产业在兴起 然后但是我们仍然有这个 高耗能跟高排碳的产业 OK 那这里边影响台湾非常大 那第三个就是空污治理 台湾的民众越来越强调干净的空气 所以这三个元素 这三个螺旋 其实是相互交杂的在产闹 我们讲说它 antangled with each other 然后加上国际跟 国际垂齿的压力 跟社会水平的压力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几张 我就讲快一点 全球气候灾难 这个就是一时代发生 加州每年几乎都是烧到公路 这个也是 这一张是2015年底的西谷野火 那这张也是2015年底的UK 英国的York 不是New York 是York 产生百年的大水 那这是一样 这百年的Bladen 对英国冲击不一样 那这张是美国的NASA 它全球CO2的预测 然后也是全球的PM2.0的预测 那这一张是2011年3月11号 这个福岛事件 这个核灾发生之后 整个落成的模拟 那我常常在讲说 这个模拟 这个是一年之后 它的整个辐射 其实是流到美国的西岸 又回到太平洋的东岸 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 就是说 大家以前讲说 吃近海鱼有农药 吃前海鱼有 代要新 现在吃什么鱼都可能有辐射 所以这个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 我们是在身处这样一个 那这些都是跨界的 因为它不会只有是科学领域的问题 科学风险 它会跨到我们的食品安全 它会开展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它会跨越到我们的产业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这是一个跨界风险 2013年的这个 贝利宾的海燕台风 我想如果有同仁 这个还记得的话 这是2015年底 日本的观光景点 鬼怒穿溃体 2017年的燕子台风 重创关西机场 2019年的 它被台风侵蚀日本 各位都还记得 这时候都是刚发生不久 各位看这张图的排序 China它是全世界排碳的第一名 它排碳了98亿吨 日本排碳了12亿吨 全球第五名 韩国排碳了6.1亿吨 全球排碳第七名 那你再加上印度 应该是全球排碳第三名 我现在忘了它排了多少亿吨 台湾 各位可以看到台湾最下面这张 我们排的台湾 碳排碳现在都维持在2.7亿吨左右 但是台湾在人均 在全世界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里边 我们的人均排碳平均大概10.8吨 是全世界占全世界第八名 很简单就是 我们是非常高排碳的国家 所以台湾跟China跟日本 我们这三个竞争的经济体 基本上都是一个高排碳的竞争 经济体 所以各位可以去思考 是说这样对台湾产业的布局是什么 台湾面临什么系统不信任风险 就是我刚开始一开始讲的 我们是以低生产要素支撑的产业利益 过去是这样 我们的厂商也习惯这样 而且习惯也把费率压低 这样以为经济导向跟合设经济 再加一个低的电价 低的水价 低的劳动价格 这样凑成了我们的经济发展 我们可以讲说 1980年代以来台湾的确是在这种状态里边起来 可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到了2000年初 全世界进入到新的所谓的数位经济 甚至我们现在讲的云端经济物联网 这堂已经没落后了 这堂能够在狗眼残转 很快都会被东南亚南向国家追上 所以你必须要往前走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政治人物 台湾的主要的企业领袖 很多还是一直在讲五缺 各位是这样 低的水价 低的电价 低的劳动价格 然后土地 然后缺人才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利益的话 各位可以想想看 当台湾在2025年 进入了所谓的超高龄社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人才进来 这样的人才 它在价格比较底下 你觉得它会愿意到一个高薪的东京首尔 上海 希望上海有没有人敢去 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很复杂 OK 新加坡还是它愿意来台北 它愿意到台南 所以这个比较利益非常大 简单来讲就是说 如果我们继续用这样的五缺 或是这样的低生产要素的东西 来支撑我们经济体系 过去的成功就是今天 这个失败的绊脚石 因为过去太成功了 过去靠这一套再成功 所以转型一直转不过来 所以一直在谈五缺 可是各位想想看 这样的五缺再发展下去 我们就是价格提不高 人才进不来 我们都会陷入在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我们的青年贫穷就越来越强 2014年的318学院 一方面是国主认同的问题 一方面其实是世代青年 对于经济不均的一个呐喊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如果这个东西不解决 青年贫穷不能解决 世代差距不能解决 未来引发的政治跟社会动荡 会更来越大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势必要走向新的路 这是第二张核设经济 这个大概我大家看一下PowerPoint 我就不细讲 因为时间的关系 重点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不利于引诱高阶人才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最 然后我们还在一直在辩论说 我们要不要使用核能 其实要不要使用核能 当然有排碳的问题 它可以支撑排碳 但是问题是说支撑核能 其实背后有一个因素 就是它还可以提供 Wav所谓廉价的能源价格 那这个想象是 就是在支撑我们过去的 这种生产要素 所以这一边 其实都要新的讨论 跟新的视野 这张是刚好是去年的 这个11月中 这个统计出来的 台湾的住宅跟工业 电价全球双低 那我跟各位讲一个笑话 这次因为新冠肺炎 我们的黄小玉 黄豆 这个小麦跟玉米 刚好在智利 有两条船开不出来 开不出来影响很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这些是台湾 养猪重要的饲料来源 那问题是说台湾的 台湾各位可以讲 我们台湾人 住宅跟店价低低 但是我们平均每一个人 每年吃了77公斤的猪肉 日本人才吃47公斤 简单来讲 台湾是非常耗资源的一个国家 肉吃太多了 所以各位想想看 黄小玉进不来 猪肉猪没有办法养胖 所以然后这时候 会产生猪价的危机 也是某一种粮食危机 所以大家想想看 所以COME那一天 这一次大家说 因为减碳 大家这次是不是要 少吃一点猪肉 少吃一点肉品 我们台湾有非常多世界奇迹 当然这一次 顺时钟也是一种世界奇迹 但是我们要创造更好的世界奇迹 所以面临了刚刚讲的这样的 合色经济 系统风险 跟人才的危机 跟老化 我必须要讲是说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 不只是我们国家内部的政治 经济跟社会的剧烈转型 我们跟面临的全世界 现在急速在发展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变革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什么 我现在站在公共所 应该讲话要小心一点 这次工业革命有 3D列印 前进材料 自动驾驶 新能源 数位革命 物联网等等 它是要跟一个国家的品牌 连结在一起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们还是合色经济 我们还是低价竞争 低价的生产元素 我们还是不断的有气候灾难 我们还是不断在国会打架 我们还不断的隐移跟辞滞 上礼拜的KTV的事件 也是一个隐移跟辞滞风险 造成的一个结果 也是一种系统风险 我们如果持续不断用这种元素 在我们社会运作的话 各位想想看 我们怎么要提出一个 高价格的国家品牌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 跟全世界其他国家竞争 这点非常重要 你要你的小朋友 跟我们一样 还是比较低廉的国家品牌 还是比较高廉的国家品牌 这要想想看 我1994年到德国的时候 那是说想玩我几年去 那时候 你97去 你也90去 那是同学 我今天发现了这个秘密 我到曼汉去的时候 我的接待家庭 在因为是约旦节 跟31号 他们叫做CBO Fest的最后一天 然后那时候产生一个有趣的情况 他就跟我比了一个这个 意思是说台湾的T恤一拉就破了 可是你到慕尼黑的市场 电脑市场去看 我们的Acer 非常的有名 甚至强于Samsung 跟声称强于Shop Samsung跟Shop的价格 都比Acer弱 所以台湾是在那个衔接的 衔接的关系里边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样的态势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 台湾的品牌是不断在重新构造 那这边就讲快一点 这边就回到老话 就是我们的气温温度趋势 我想各位常常听到 很多气候学家在讲这些事情 台湾近年的风灾 莫纳克八八风灾 一阳大水 这在一阳大水掉了 823 前年的823南台湾的水灾 这里2010年支持国光石化 支持跟反对 然后开发国光石化 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在佐水溪 不知道大家看清楚了 左边那边 佐水溪底下 那个地方白白的那一片 就是六清 然后国光石化 要在佐水溪的上游上面盖 上面那一片盖 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李宏远教授 大家如果还记得他的话 他讲说六清盖了之后 嘉一的外山顶周就消失了 所以当时在抗圣 就是说当国光石化盖了 在佐水溪的北边 就是这个彰化大城这一块 会跟六清产生共伴效应 包括污染的共伴效应 影响会非常大 所以当时有非常多的辩论 后来喊停 后来喊停 这在2011年的4月中发生了 好 那这个商业周刊的Cover Story 就是在当时的架构底下 去辩论说 台湾的空气 如果是已经有六清了 已经有中火了 再加上国光石化的话 会不会产生的Synergy 共伴效应会产生更强的 这个环境跟世代的不正义 这个是大家可以来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产业 我们到底要什么的社会经济 可是非常讽刺的 我在我之前的一个研究里边 就是我们台湾从1997 全世界第一次的这个Keyoto Protocol 就是京都议定书 对二氧化碳的规范议定书 我们1998就召开第一次全国能源会议 2005召开第二次 但是我们2001有所谓的经济永续会议 2009有第三次 反正我们每次重要的国家的能源跟经济会 都在讲说 我们不要高排碳高耗能的产业 我们的排碳 不要超过OECD的人均的水准 诸如此类 可是我们一直都在推动耗能的产业 跟排碳的产业 所以当时的辩论是非常的剧烈的 今天都一直都一样 全世界各位如果还记得我在第二张图讲 台湾是一个在东亚是一个高碳经济体 我们在人均排碳上面 在全球1000万人口以上 我们占第八名 所以我们绝对都是被全世界盯住 所以每年到了12月 这个联合国气候高分会在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开 然后就会有一个叫做 这个德国的这个环境团体监督 然后就会说台湾的气候治理 是全世界最后第几名 所以我在上一篇经济报的文章 我就在写说 既然我们COVID-19都可以变成全世界 这个forerunner 我们就可以跑得先曲折 我们都可以翻转全世界对我们的形象 为什么我们在气候室里做不到 如果我们再翻转了 或许我们真的非常装 各位要注意 这个新冠肺炎产生的影响 都不会只有病毒的问题 跟我们这个健康的问题 它牵涉到现在是各国政治的角力 去中反中 还有整个生产链的角力 所以未来所有国家的 包括经济跟政治跟地缘政治 跟所有的这个世界分工链 都是全部夹杂在一起 全世界会重新来看 你这个国家生产这个东西 过去叫做企业社会责任 你有没有环境友善 你Nike有没有再继续使用同工 或者消费者就抵制 台湾的保存 有没有使用同工 或是非法使用低价劳工 全世界也会抵制 所以现在资讯的快速 跟网络的快速 都会让全世界进入到 我们刚刚讲的所谓 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 大家会认为 真的是要不要以人为本 以环境永续 跟社会跟科技创新 还有品牌的这个一个生活 我们台湾到底要选取什么 所以我想我讲到这边 今天演讲应该就可以结束了 因为我该讲的都讲完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 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我们到底台湾在2030年 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剩下10年 2050年全世界在谈低深度减碳 到时候如果没深度减碳 全世界温度上升超过1.5度C 或2度C 全世界会发生大的灾难的时候 我们的状态会是怎么样 其实我经常说 2030年10年很快 2050年还有30年 各位想想看 我想现在在场上课的论坛的同学 专班同学 大概年纪有30几岁了 40几岁了 你想想看 你的小孩现在可能是五六岁 30年后 2050年30年后 他们都是37 38 可能30岁 37 38 41 42 就在他们青壮年的时候 全世界的发生非常大的灾难 那个灾难规模的弧度 会比今天还强 你要教给他们这些东西吗 这是我们真的要去思考的 所以这个就是 这就是这张好像讲太久了 往后跳 这就是我们真的要去思考的东西 好 那我要再讲这个 都有一些科学数据 台大工会学院在2017年 在彰化大城的台西村 跟顶庄村测试这个检体 发现他们里面的重新属含量都过低 因为在夏天 六青就是吹南风 南风就吹到了这个 吹南风嘛 南风翁白吹嘛 吹来中华这边 这些人体内的重新属就非常高 第一心所得分配问题 台湾的产业结构 这我刚刚讲了 台湾产业结构的特性 长期的低毛利 低价竞争 但具备弹性快速学习的代工模式 正受到区域内后进国家追赶的压力 因为技术整体太低了 OK 第四次工业革命 台湾是有这样的技术累积 但是如果我们的整个政治社会的治理 不改变的话 我们会陷入了转型的瓶颈 我们的科技产业会受到严禁的转型驱破 我们的人口 社会 环境 健康 7万多能源 这一间的 如果没有变化 我们当地的 OK 我常常跟同学讲说 同学有空去看这个专辑 天下 应该是在2013年 以色列在逆境中找解答 我只要讲一件事情 我2007年第一次到以色列 尤其到以色列最南端的一个城市 我现在已经忘了那城市 你可以看他们用海水淡化 那个力量 以色列发明了捐滴灌溉 透过捐滴灌溉解水的措施 把农产品卖来台北的超市 你看以色列人有厉害吗 在一个缺乏资源 缺乏这个整个 在四周都围绕敌对的国家 这样的一个以色列 竟然能够驱动创新到这个能量 我们把那个资源 以色列三个字换成TW两个字好不好 四周环绕 四周有一个强大的国家 而且迪士尼 然后缺乏天然资源 我们如果还继续用这种 我讲的系统风险的这种 所谓的第一生产要素 这种核色经济的生产要素 台湾绝对走不出来 台湾在政治上一定 因为你的经济实体不强 你还是继续会被打压 如果我们这次像COVID-19 像这几天在发展的WHA或是WHO 加入WHA这个步骤 至少有没有成功 但是台湾的能见度 跟全世界支持的力量 这次就起来了 所以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那我只要讲这一张图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下面这叫S曲线 学过管理的人都知道 一个社会发展 就是从 我这边没有光明 就是从S 从最底端往上发展 各位可以看到 1980年的时候 台湾这种 低生产要素的 低水价 低电价 低糖价 低盐价 低了物质价格 拉抬了台湾的经济发展 可是这个东西到了2000年中 其实已经落下来 全世界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 如果各位记得时候 在2010年的时候 Nokia那个小手机 还横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市场 结果到2012 整个Apple出来 它就垮下去 各位如果要记得 这样的历史教训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从2010年之后 全世界第二条S曲线 第四次 夹杂的物联网 夹杂大家知道的大数据 夹杂大家知道 最近一两年在讲的AI 整个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曲线 已经拉抬上来 我们台湾如果还继续这样走的话 那个落差就会加剧 好 到这边 通常我们上课都会说 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没有人丢问题过来 那我就继续讲 OK 好 再来要讲比较复杂的 就台湾高耗冷跟高排炭钢污染产业 这个大家听一下 听不懂也没关系 OK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是从1990统计到2016年 那当然现在最快 因为今天是2020年的5月 现在其实最快只能拿到可能2017年 还2018年统计数据 应该只能拿到17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台湾总体的排炭 各位看到中间有一个叫industry 就是工业的排炭 工业排炭是在世界各国 这样当然都最大块 各位看到工业这一块 现在我们再把它区分下来 中间有一块最大的就是 patrochemical就是石化产业 然后再来钢铁跟电子 简单来讲 在各位可以看到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张图的分析 因为现在简化 台湾的工业排炭 是被石化产业的排炭所引导的 然后石化产业排炭引导工业排炭 工业排炭引导这个 台湾这个全国的排炭 如果你注意去看 那个有一个凹下来的地方 就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 所以大家也在讲说 世界金融危机那一年 我记得那一年马总统很高兴说 我的减碳成效非常好 对不起不是你的减碳成效非常好 是因为金融危机 大家很担心这次COVID-19之后 全世界现在各国 全世界平均已经减碳5% 已经超前部署达到了巴黎协定 2008年协定规定的东西 可是大家很怕 后新冠肺炎之后 全部的碳又涌回来了 所以我们的高耗能高排炭 产业要不要改革 我想答案非常清楚 我曾经在公共开场合演讲 被底下的资深的业界的大佬 讲说我在煽动 说我们这些念书的人都爱煽动 夸大事情 我说没有 这些都是国家的统计数字 我们只是根据国家统计数字 分析出来跟大家报告 各位可以看到 这张大家不知道 看得清楚看不清楚 底下红线那一张就是 那个数据有点跑掉了 底下红线那一张就是 石化产业 从1990年到了2016年的GDP的贡献 都是维持在3.6% 3.7% 20年来没什么变化 但是它的排炭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排炭就是在上面的 上面的红色的最上面排炭 它的排炭都是接近在17-18%左右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排炭这么高 它的GDP贡献没有变化 各位可以看到蓝色的这一张 这个虚线的一直往上走的 这个是电子产业的GDP贡献 各位可以看到电子产业 大概在2017-2008年到2016年大概是占 台湾GDP贡献的17%左右 但是它对台湾的排炭贡献到现在大概是 从7-8%到现在9-10%左右 但是当然这里有一个危机 各位如果还记得 你们如果在产业界还记得 三年前当AI没起来的时候 大家在想说半导体大概已经走到末端了 台湾没有开发第二个新的产品 台湾会完蛋 当时也有一个顾虑就是说 台湾太过度依赖电子产品的外销 我们的非常大的外销产业跟GDP 是依赖电子产业 这个也是一个危机 但这是另外一个检查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电子产业的GDP贡献大概是19% 一直往上拉 然后这个磁化产业20年来 如无一日没什么变化 各位就知道比较的优劣 这张基本上是石化业跟电子产业 这张是加上用电的需求比较 大家只要简单去看 因为这是同样道理 你的排碳高 你的用电量大概就高 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势 所以这就是需要改变的 那耗能单位产业 这都是统计数字 简单来讲就是说 全世界都在讲 有四大产业最难改 排碳最难改 第一个是石化产业 钢铁 然后运输 然后另外一个应该是水泥 那台湾这个地方 就是根据我们风险社会研究中心 前两年的统计 台湾十大的温室气体排放 十大企业里边有四大 就是台塑王家的企业 这是真实的数据 所以我底下来讲说 气候经济新典范 我必须要跟各位讲说 气候变迁 现在都不讲气候变迁 现在叫做气候紧急状态 它不再是环境问题 它同时也是经济问题 因为它牵涉到的是整个低碳社会 低碳技术跟低碳市场 重新在建构 重新在模索 这样的一个产业端 会跟过去 我们都是说气候变迁 就是以下的公环境 来再谈 不是 这样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可以看到 在去年11月中的时候 全世界已经有65个国家 提出了近排 2050年近排碳 零排碳的目标 13个国家递交 巴黎协定 100多个城市 也简单的 也提到了 近排零排方向的目标 87个产业 也都是往这个方向走 OK 这张可以给各位看 这张是OECD的国家 加上台湾 加上丹麦的样子 加上丹麦的样子 OK 各位看 因为我现在没有光比 台湾的再生能源 在2018年的统计 纯确再生能源 还在2.97左右 那现在稍微高一点 当你现在加上灌场水利 现在大概到5%多了 OK 好 我们输于日本 输于泰国 输于中国 输于印度 输于印度尼西亚 更加输于南韩 所以台湾的能源转型太慢了 因为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们的发电如果还是 一直依赖火力发电 LNG发电跟煤矿发电 当然我们排台湾就高 所以我们必须要加速发展绿电 为什么加速发展绿电 因为有一个国际组织叫做 RE100 就是Renewable Energy RE100 它要求国际的厂商要使用绿电 全世界 这是去年11月中的统计数据了 全世界有超过200家的企业 承诺未来要使用100%的绿电 那其他数据我都不用报告 各位只要想象台积电 为什么现在这么紧张 要购买绿电 或要使用绿电 因为未来的大厂 无论是Apple 或是各样的半导体需求 要求它底下厂商下单的时候 你要使用绿电达到一定比例 没有我就抽单 所以这对台湾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我一直在觉得说 各位可以看到 R100的点半企业 因为各位都知道 Cococlo HM 卖衣服的 IKEA GM PDF的Adop 跟Lego 还有更多的 这些Google 这个HSBC Bronberg Facebook 3M Microsoft 都承诺 Apple都承诺要使用100%的绿电 简单来讲 就是全世界就是 我就是要绿电 我就是要绿电这个事情是 我大家认为绿电是一个新的能源 跟来自自然的能源 当然这里有很多辩论 你使用绿电台能板回收 还有各种问题 但是anyway 这就是全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 所以当你能源转型越慢 绿电发展越慢 你就是会被国际市场丢单 单子就会转移单子 那这有更多了 100万安卷 好 那全世界加入所谓的 CDP供应链计划 就是说 我要自我揭露 我的生产链 有多少排碳的产业越来越多 我们台湾加入CDP的公司 事实上是不多的 到去年11月统计 大概只有13家 13家 好 去年的 9月8月应该9月 在桃园的一个法说会里边 有一个也要打国际杯 亚洲杯的企业 被外司法人当场提问说 请问你们有没有加入 国际的碳揭露计划 就CDP计划 没有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国际上在谈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投资 次到原则各种问题 首先有一个罪责新闻 也是台湾的骄傲 就国泰 国泰金控 他们在亚洲的 所谓的永续奖里边 他们拿到第一名 就是他很快速的去变通 他整个企业 在碳揭露 在他投资 因为他是金融 他有赤道原则 他各种企业投资 社会责任 他全部都拿非常高的分数 所以他就代表台湾 等于是说是一个unner 拿到这样的一个 名利的前卯的 这样的一个声誉 所以我一直在觉得 说我们的产业 其实动作真的要比这么快 因为全世界 你如果你要打亚洲杯 你要打全球杯 你就是必须要进入这样的game 而且他是实质的game 另外这个更加 对台湾现在影响也很大的是 这个是欧盟的新任的主席 乌斯拉凤德尔赖 德国之前的国防部长 我跟各位讲 他以前当国防部长的时候 对中国就很敢讲话 他在去年 因为延宕 12月1号开始上任 他就提出说 2050年碳中和 欧盟要做到碳中和 当然会有一些阻力 然后他已经在沿你碳关税 简单来讲 你要进到我欧盟市场 你就必须含碳的比例一定要低 否则你进不到我欧盟市场 这个各位如果在产业界 可就紧张了 我记得我在2005年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bankq的处长 到我们国法所来上课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老师你整天在那边说什么环境气候变迹 你不用担心 我们的bankq走比政府更快 欧盟的什么Reach指令 Loss指令 化学指令跟电子配置指令 如果我们没有bankq没有跟进的话 我们根本进不到欧盟市场 所以我们一定要跑得比政府快 Anyway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欧盟新的目标是这样 然后他又要强化把欧盟原来在2030年的 温室气体减台目标减至55% 他现在拉快他的速度 那当然这个 乌斯拉丰德莱恩 现在面对Covid-19 欧盟内部 当然就有人在讲说 现在你这样的绿色新政 Green Deal 是不是因为Covid-19 要放松 要放缓 否则大家生存不下去 在第一时间 大家批评你欧盟太弱了 面对Covid-19 你没有这个综合的能力 大家也知道 这次法国跟德国 因为自己整备 意大利死伤这么惨重 他们也没有开放太多去救助意大利 所以这变成欧盟内部的嫌隙 然后人家就在执意 那你欧盟主席在做什么 但是Anyway 这两天最新的发展就是 全世界重要的机构 我刚刚讲 包括世界银行 包括OECD 包括欧盟 然后前天刚好 欧盟境内的17个国家 最开始传出是14个国家的环境部长 没有包含德国 德国就很紧张 德国说有 我只是没有接到通知 17个国家环境部长 要求Covid-19 绝对不能放松环境的指令 第二个 还是要继续驱动 绿色新政 大家都在讲说 我上上礼拜在彭启明的直播里边 也被问大家说 就吃不饭了 现在很多人要摇死了 你们又在那里说什么绿色新政 你们这些好高物也没有 第一线的纾困 第一阶段纾困 一定要去救急 但是全世界现在都在布局 后新冠肺炎之后 第二阶段的整个产业的布局 就会往这边走 所以各位 就是我刚开始 一开始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 就是这个是攸关我们未来 带给我们的小朋友 带给我们的子孙 未来到底原因 有没有一个竞争力的环境 非常重要 OK 那欧盟在这个地方 也开始产生了他的症 那联合国秘书长 布特曼 上礼拜不就讲了吗 他说气候排碳跟病毒一样 是没有国界的 这就是符合 我们在谈风险社会一样 PM2.5也是没有国界 PM2.5也是看不到 摸不到 病毒一样 看不到摸不到 虽然我现在没有戴口罩 我不知道现场 大家有没有戴口罩 OK 所以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核色经济 各位看右下右边 核色经济社会就是五缺 核电争议 低附加价值 然后呢 这个第四次工业革命的 S曲线就是低碳市场 高附加价值 社会共识 人本 以人为本 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所以我们到底要 走哪一个趋势 大概几年前 我们台大医学院 有一位医师 就问我说 过天你很久没看 你最近都在路上什么 我说我都在路上 祝输的事情 他说什么叫祝输的事情 我现在都在路上 未来20年之后 当我老的时候 我还快走不动的时候 不会我70几岁 我绝对还走得动 如果发生 严重气候灾害的时候 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想远一点 各位你现在现场 你可能20几岁 有老师 有现场有老师 我们过去也有法官 也有企业组 有企业干部 你要想想看 再过20年 当你50几岁 60几岁 70几岁 你不要说 没想你们的儿子 你想你自己就好了 这些没有变革的话 你会多惨 你会多惨 所以这个是 一样的 大家关心年金 也要关心国家的改革 这是必须要走的路 所以面对这样的 全球气候跟能源转型 加上COVID-19造成新的局势 我再讲一次 过去台商回忆 大家只会讲说 中 美 台 这三国家的产业链的变迁而已 现在COVID-19是全球产业的分工链 重新移动 重新回到自己的国家 这些新的变局 加上汽油跟排碳 这些加上数位 这些变局 台湾的产业界准备好 现场如果有产业的同学 想一想 产业界准备好了吗 你说有 老师我们都很用力在准备 但是因为杀不 不知道要准备 这有可能 我们更发到国家 国际的企业的社会责任 跟环境的投资 我们再做一些新的变化 我们有加入台湾人工智慧学校 透过一些人工智慧 透过数位 让我们的生产线 更加的节能 更加的能源效率 让我们生产线从11条变成6条 然后我们又可以生产出多样性的产品 有我们都有在做 这样台湾就有进步了 因为我们也不能耗高物业 为什么 因为台湾最重要的是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体制 我们如果中小企业 你们要叫它换成说 怎么样的节能设备 怎么样的大的设备 那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要找出自己的解决之道 透过怎么样的数位盒子 透过怎么样的资料监控 让我们的生产的产线更加节能 更加有效率 而且更加多样性跟弹性化 这是我们台湾要做的 这里是一些图 然后各位参考一下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是煤炭消费大国 我们的工业耗能显著 我们是还在谈五缺 大家睁眼睛看 今天5月6号 520小英要上台了 工种一定又会开始谈五缺 要求政府重视五缺 每次我们的 无论国民党或民进党的 要远上台的时候 工种一样会附述一下五缺 然后就要去拜访 说我们保证不给你们五缺 绝对保证不给你们五缺 是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叫做什么 保证我们继续用这种 第一生产要素来生产 这是非常难突破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辩论的 然后继续享受环境成本外部化 各位知道吧 企业赚钱 环境成本丢给社会 然后社会来支撑 造成我们健保支出 造成我们的身体疾病 这个低薪就不要讲了 低价能源 低能源效率 严重缺乏国际二氧化碳的简单标的 这些都是台湾非常大的致命伤 这些核涉经济的旧典判 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 全世界都有人在帮我们算了 我们核涉经济的代价就是 我们政府还继续在做补贴 那这几年补贴是有下降 但国际上批评声量还是很多 所以各位身为台湾大学的学生 我们台湾大学的学生 在前年的这个校长选举里边 台大的学生会很勇敢的 这个向校长候选人们提出 台大应该devest 就是台大的基金不能去投高耗能 高排碳的产业 这个新任的校长 或是每一个校长候选人 当初都有承诺 这个运动正在全世界发生 那你们当然还记得 这个瑞典的小女孩吗 Sanbrook 不是 她就会出来讲话 这个是很厉害 就是说她这么有勇气 当然很多人不屑于说 小孩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跟人家讲的 但这就是一个 它引发全世界 在去年的时候 百万不同城市百万人上街头 所以就知道这件事情 那Sanbrook为什么这么愤怒 他说你们大人现在在开会 都在说假位 反正事情都没解决 我要求你们立刻解决 否则你们就带给我们 气候紧急灾难 承受的是我们这一代 他讲的话没有错 他讲的话没有错 所以我想这个大家要去想象 好 那这张图就是我刚刚讲的 2013年到2016年 其实还是可以update 台湾这个十大的温室气体排案产业 这个台数 台数四家的产业公司 这个占了四成 各位可以看到 但是台湾加入了这个 所谓的R100或是碳揭露 或是什么的数量非常高 大家就参考一下 所以大家要去驱动这些事情 这个是我在去年的应该是10月 10月初在经济日报的一个短论 我叫做AIOT与低碳社会的双人物 简单来讲 大意就是说台湾非常重视数位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台湾一向以科技治国 可是我们把气候跟气候的议题 视为是环境议题 可是各位知道 这是错的 你如果只要去拉台AIOT 你就要进入我刚刚讲 第四公业革命那S曲线 你在气候跟能源跟环境 这边没有跟上来的话 事实上你是会是断到一半的 全世界刚好都在谈数位的人才 应该来加入永续的讨论 加入节能讨论 所以这是全世界有一个新的运动 所以AIOT的人才 应该要跟气候跟低碳的发展 连结在一起 这是全世界在讲的永续转型 非常重要的重点 我们台湾还是差一半 台湾的社会准备好了 这里有一些统计 台湾民众了解能源状况吗 这里可以跟各位讲 我们上上礼拜刚好有一个最新的民调 这是2018 我们2020刚好在上上礼拜 做完调查 然后我们预计在下礼拜三 下礼拜三 5月13号 我们早上要在台大校委会馆开记者会 台湾的民众一向对于气候跟能源的 关心深度是很高的 我总结来讲 这个就不讲细的东西 台湾的民众也支持再生能源 程度也都非常高 台湾的民众也支持 要把环境成本过高的排碳的产业 他认为应该要舍弃 然后你愿意用较高的电价支付再生能源 替代核能 这也都一定有支持的比例 愿不愿意增加能源税跟碳税 这也都有七成的民众 在一定的数字底下 因为你接受这样的价格上涨或是税制 然后工民电厂如雨后春水冒出 但是台湾的政府就是很难驱动 如果各位有学过社会科学的话 你们都知道这个叫做路径依赖 为什么 这个叫做路径依赖底下的寻租 这个叫做发展型国家产业 既得利的产业继续游说政府 希望你继续用五缺来贴补他们 补贴他们继续往前走 所以台湾永远是犯不了身 这样的路径依赖 这样的寻租如果继续往下走的话 我刚刚已经讲了超过十遍了 五月三月了 还这样走下去 大家到老的时候 还是你儿子到三四十岁的时候 台湾会很惨 当然我们在发展再生会有很多争议 会有洋水重电的冲突 会有这个渔温是不是被取代的各种东西 台湾现在在发展再生 其实面临了生产生态跟生活之间的冲突 跟调好的问题 这细部我就不讲 台湾的政府准备好了 我刚刚讲 我们历年的民调都显示民众非常支持 可是我们台湾政府都不太动 不太动因为背后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力量 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力量 这一边讲比较稍微细部一点 我们无论是温室气体的减排 或是我们的气候变迁的调试 这两张我就不细讲 我们台湾的政府的动作都非常慢 都非常慢 如果细部同学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日期 甚至我跟各位讲 我们在前年底能源转型白皮书的草稿 前年底已经出炉了 理论上行政院要在去年中就发布了 然后在今年财政部要依照能源转型排皮书 提出非常重要的能源税的草案 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行政院除了还没有正式发布这个东西 已经晚发布了 攸关这个很重要减碳的政策工具 也没有能源税 也没有草你出来 那大家问说为什么 无论你有没有草你出来很简单 全世界都在看你台湾 在2015年9月的时候 向联合国 虽然我们不是联合国会员 我们递交了一个叫做INDC 现在简称叫NDC 就是National Distribute 这个contribution 就是国家自愿自主贡献 国家自愿的自主贡献 讲白话一点 就是国家自愿减碳的自主贡献 我们自己承诺 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就是今年我们减碳必须要达到2% 2025的时候减碳要达到10% 2030年的时候减碳要达到 20%以2005年的基准 减少20% 2005基准是多少 2.5亿吨 所以简单来讲 2025到2030 我们大概要降到剩下 换算一下 大概2.2亿吨或2.1亿吨 新年现在已经达到了 大家鼓鼓掌 因为COVID-19 所以我们政府不用做什么 2%已经达到了 全世界平均已达到6% 7%了 各位再回到我刚刚还记得那张排碳图吗 2008以后2009就还弹回来了 所以我们台湾的政府 在这一块的动作非常非常慢 但是我们连社会科学人 当然就 这里我就不细不讲了 因为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发展思维 那包括我们台商回流 到底我们要用旧的核色经济 五缺的思维 低附加价值来迎接台湾的回流 台湾的投资 还是我们要脱胎换股 我们要耗用资源低的 高质化的创新研发的产业进来 沈农金部长在前几个月到上个礼拜 接受报纸的专访 就是在讲说 我们要变成亚洲高阶制造中心 所以我们高阶的要回来台湾 中低阶要南向 然后我们要鼓励工业4.0 就让很多中小企业去连接这个数位 来节能 这个OK 但是重点你们再讲清楚一点 这么多台商回流 你的审查标准是什么 刚好在过年前 这个商业周刊写了一个长论 跟这一起最新的天下 也写了一个长论 各位有去看 这个台商回流 有4成的台商 基本上过去在 这个废弃物的掩埋 废弃物的处理上是被受罚的 我们没有处理好废弃物这一块 现在台商回流 这么多 会有更多工业区 废弃物怎么办 各位去看这一新一起 天下的刘光颖记者写的东西 一样在这个高阶的废料底下 并没有做好妥善的处理 所以这个又会变成 很大的环境跟健康的挑战 我再讲一次 这些东西都会被国际不断的报道 所以你的品牌会上来吗 不会上来 所以我们不能只说 我们只要这个 我们不要那个 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 各位想想看 现在台湾怕这个卡床 全世界都在报道 台湾的 昨天最新的 还有说什么墨西哥的一个艺人 在称赞世界的女性领导人 在讲蔡英文 这些事情就是台湾现在已经变成 全世界的亮点 好 这个是经济日报在去年的10月 比我刚刚那篇文章 晚一个礼拜 制造业 他用中国的term 叫藤龙换鸟的时机来了 简单来跟我刚刚的论述是一样 我是用脱胎换骨的数据 他认为台湾就是应该要脱离 这种附加价值低 生产元素低的产业模式 我们应该走向高职化 我们应该胜贤 筛选 我们在赤眼有限底下 筛选高附加价值低耗用能源 有创新能力的产业回来台湾 OK 这个部分非常重要 讲起来容易 说起来难 对不对 同学一定这样说 对不对 但是你不起动 就是我跟各位讲 10年后台湾的发展如意日 20年后台湾发展如意日 我们就等着过苦日子 OK 所以各位还记得吧 1990的时候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享受到 我们这一代有享受到 台湾是应该要脱离 台湾在1985年的时候 一丝电子表100块 很则 台湾是应该要脱离 然后到了1990 接近2000年的时候 就是台湾过苦日子 1990就是台湾产业外 中国大陆的人 开始酷起来了 风水轮流转 1990到现在 20几年 快30年了 风水轮流 台湾现在又要回来了 所以我们要谨慎的 看待我们的下一步 我们要谨慎的 看待我们下一步 各位知道 大家现在全世界的 经济预测都不准 但是无论再怎么不准 大家现在 尤其台湾现在最担心的是 当中国的失业草来的时候 当然大家讲说 要去中 生产量要去中 不可能去得那么干净 还是会留在中国部分 这是没有错 当中国经济没有持续的成长动能 当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 因为这次疫情开始去抵制 或是要求中国不要还款 或是怎么样 诸如实在这样的东西出来 它已经没有一个新的产业动能的时候 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动荡会多大 各位知道 当中国的社会经济动荡的时候 各位知道它会使用哪一招 这我就不要说了 飞机一定会终于台湾 因为民主主义这最好讲 掩盖了领导人的失误 所以当中国的失业力变得越来越大 社会经济动荡 各位你想想看 我们台湾在2014年的太阳花旋律 到最近16年或是最近2020年的选举 动辄大家到凯德南大道去拼藏 几几50万而已 各位想想 中国大陆随便要涌上来100万人 都非常容易 我举一个例子 我记得我还在2011年的时候 在上一个セミナー课 有一个陆生 刚好来上我的课 我那时候 刚好2012年的时候 广东省的有一个镇 我现在叫做森门还森门镇 森澳镇 他们的民众因为当地持续要盖 要盖焚化炉 但是他们民众 他们村民越来越多的村民得到cancer 他们都不相信官方的说法说 戴耀心这个超标 没有超标就是不合标准 一涌上来 就是3万人 5万人 占据高速公路 翻倒警车 我说太厉害了 我们台湾以前有3万人 5万人是在1980年代末 大家因为要民主要自宪 或要改革 所以会涌上中山北路 鸡鸡也5万人而已 对不对 一涌涌上来 就是这个状况 各位想想看 今天当有10万人 20万人 30万人 40万人 50万人 100万人 涌上天南门广场 你看看 他敢复制 天安门当时的镇压情况吗 绝对不敢 所以这个变局 对全世界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们在地缘政治上 现在当然 昨天在编译 这个是上课 我就不要讲太多政治的事情 对他在编译 台湾现在到底要走什么路线 我觉得台湾现在不是 亲中亲美的问题 台湾现在真的要走出 我们在全世界的发展底下 什么是真正的王道 什么是真正的永续的方向 这是我们要走的 因为它跟地缘的军事 政治的角力 跟经济实力都有关系 所以这次是 看来就不是只有经济的事情 好 我在重复复述这个S曲线 我就不要重复讲 S核色经济S曲线 跟全球低碳社会的 政府自己的变革 这张图我下礼拜三的记者会重新讲 我认为我们的行政院 应该要成立的气候行动内阁 因为全世界都正来这样做 因为气候变迁 它牵涉到的不会只有环保署 或是经济部能源局的事 它还牵涉到运输 各位知道农业 各位知道我们的健康 它牵涉到我们的建筑 包括所有的部位都会跨进去 气候变迁在台湾的治疑 会变成都只有环保署的事情 或是只有经济部能源局 赶快急速发展再生的事 这完全是错的 所以我们主张台湾应该有 气候行动内阁 行政院应该要一条边 来重新处理气候变迁 跟能源转型这样的经济体 当然我刚刚好 6点5点多写的草稿 还是在讲这一点 因为COVID-19 还要把COVID-19因素加进去 台湾应该要在气候行动内阁底下 我建议我们有科技汇报 科技汇报 我们有科技汇报 由行政院长领军的 当然有政务委员当然负责 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气候汇报 因为你说如果从气候经济的角度来思考 在这些状况底下 我认为总统府应该要类似年金改革委员会一样 成立一个气候行动委员会 来审视台湾到底未来下一步怎么走 然后召开气候公平会议 这全世界都在做的 各位知道这次的新冠肺炎武汉肺炎 法国的国会发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它要求民众开始写信 当然可能电子的方式 写信到国会里边 告诉国家 法国现在不愿意怎么做 他们是非常透过民主程序在思考 他们法国下一步的发展 在这个之前 德国法国都召开气候的公平会议 也是在重视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样的一个民主讨论的机制 应该要在台湾港 修订气候变迁法 这个就是比较啰嗦一点 我稍微讲一下 气候变迁法典范两个法式的国家 德国跟英国 我稍微先讲一下英国 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张 我们11月英国的 Graham Institute的一个研究员 Berker 他是一个硕士毕业而已 但他在那边已经是资深的研究员 一个leader 他来讲英国在2008年修订气候变迁法 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张 在气候变迁法里边 成立一个独立的气候委员会 气候变迁委员会 跟气候调试委员会 用来监督行政部门的作为 然后行政部门作为 除了送到气候变迁委员会去审视之后 还要送到国会 再去审视 然后到底有没有认真在执行 我们台湾不是 我们如果同学们 比较了解老师们的苦处的地方就是 我们都会被招待 招到部会里边去当审查委员 当各层级的委员 这个委员会开完以后 这个close了就关起来了 所以政府到底有没有作为 都在让委员会就做了一个决议 改善改善又改善 就这样就没了 所以就是没有一个监督的机制 好 英国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 最左边绿色的是核能 他们维持到现在大概都18%左右 2012年到2018年 2019年 2012年到2019年 各位可以看到 他们的这个煤炭 黑色的先看黑色的煤炭 从43%降到2019年剩下3% 短短的七八年 他们右边蓝色的 他们的天然气从26%升到40% 他们的再生能源从3.9%拉升到快20% 各位知道这样的一个能源转型 加上他们这样的一个有一个独立的这个一个行政跟监督的体制 让他们的转型非常快速 所以这台湾可不可以学 我们现在大概再生能量在5-6%左右 然后我们现在在辩论 我们现在火跟电 我们的煤 这个根据蔡政府的规划 2025的时候是 本来是50 30 20 因为前年底公投之后就变成50 27 20 就是27的这个煤 然后20 然后另外3%用其他来补充 OK 所以这样的转型的经验 基本上是值得台湾学习 是值得台湾学习 这个法律的问题太复杂 我在这边就不屑 只是各位来看到 他三之始 英国的转型经验就是这样子 可以让煤从40几%降到3% 天然气扩增 再生能源扩增 那如果各位要看全世界 再生能源跑得最快的国家几个 那你们就知道他们的力道 包括德国都是非常快 好 那根据这个能源发展纲令 2017年4月3月底发布的 能源发展纲令 其实我们的新的能源发展 应该要顾及经济安全 绿色经济 环境永续跟社会公平 那这是第四个资助 社会公平包含社会的参与 社会的沟通 OK 然后社会的这个平等 这个是我在2017年3月的时候 进到行政院的一个审议 我提出来的第四根资助 后来他们就把这个加上去 所以延淡了一个多页 就把这个发布 根据能源发展纲令 我们就是在2018年底 2018年开始运作能源 转型白皮书码的草案 就我刚刚认为 在2018年底就完成了 然后到现在行政院还没发布 所以这些什么是台湾跟全球的愿景 这边我就讲很快 这个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风险社会中心的网站 我们这是德国全球变迁 咨询委员会在2011年 他们每年都会发表旗舰型的报告 2011年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报告 叫做World in Transition A Social Contract for Sustainability 这样一个报告 德国人非常的精确指出 德国到2030的时候 他们的能源 气候 城市 运输 产业 他们要走向什么样 如果各位看过德国人打足球 就知道吧 你们看他们上次 一二还是哪时候在巴西打足球 德国人打足球像机器人一样 就是跑到那边就到位 跑到那边就到位 就是他们做事非常有程序 然后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愿景 所以我刚刚要讲着 刚好上一周 在一个报纸的社论里面刚好提出说 德国人为什么这一次的确诊率这么高 但是他们的死亡率 这么低 是因为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 做了两个前瞻研究 第一个前瞻研究就是气候灾害的前瞻研究 到时对德国损害多大 德国应该怎么防范 第二就是疫病传染 他们也假设有像 一个莫名的冠状病毒传染之后 从国外传染进来变成超级病毒 然后慢慢扩散 然后引发德国有100万人感染 各位要记得接受新冠肺炎的时候 梅尔可在第一个礼拜就很担心说 德国人会有100万人以上感染 我想说我这流德的也听过 怎么这么恐怖 原来是后面有这些数据的基础 他们那时候就预测说 这样的会有100万人感染 然后致死率大概会超过 我现在忘了大概20 不知道几万人会死亡 如果都不作为的话 所以他们就开始从2012 根据第二个scenario 他们就开始增加呼吸器的建制 开始增加这个隔离病房的建制 所以这是大家今天看 德国这次在COVID-19 全球的治理典范里边 跟以色列一样都是非常明年前 意大利刚好不是 意大利因为在2011几年 也是大概1213的时候 因为经济发展的疲态 公告白天啊就是意大利这次 因为中国一带一路 在欧洲的马前竹 所以温州的工人 是整个一万多人 是在意大利在米兰那边工作 所以扩散当然很快 我插一句话就说 我们刚好我们Napoint中心 一个博士后 大概三个礼拜前就算出来说 一带一路 或是中国观光客最多的这些国家 刚好都是最惨的 各位想想看伊朗意大利就知道了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一讲说 一带一路这些国家 这次一定会反弹 因为他们太相信中国了 OK 好 那各位看 意大利因为2012这样的经济的疲态 他们开始削减 他们的公共医疗支出 所以各位可以看 这是多惨 甚至我记得还在两个礼拜前 英国 昨天的新闻还报道 英国已经超过20几万人死亡 是欧洲死亡数最多的 对不对 那这两天的报导还报导说 强生也几乎差点挂了 真的差点挂了 就是说 英国因为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 他们事实上也都没有准备好 事实上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们台湾要不要有 跟这样的准备的状况 好 那这边就快一点 这是因为国际长期在谈 国际长现在就在谈 The World in 2015 国际长都在谈 2030的时候 全世界应该减碳 永续发展要到哪一个程度 2050的时候 台湾全世界应该减碳到哪一个程度 那各位都知道 永续发展目标2030年有 2030年有17个goals 全世界都在往这边运作 好 那这个是2019年的报告 刚刚是2018年的报告 他们这个报告受到 全世界很大的重视 因为永续发展有17个goals 他们就把它summary变成 summary变成六大面向 他们认为那么多台湾做六大面向 那2019的报告更是讲说 透过数位 数位化 数位革命 可以来强化减碳 所以他们也在 那另外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是 2018年底 全球升温的1.5度 就是IPCC的特别报告 这边也在讲 升温会遇到什么样的前进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风险中心在去年中 其实已经发布了 这个聚变台湾启动 台湾长期能源转型的 一个政策报告书 有一般版 有决策精英版 然后也有全文版 也有英文版 英文版应该是决策精英版 各位有兴趣可以帮上去我们风险中心 你就打风险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也在预估说 台湾应该在用低的目标 还是中度的目标 还是2050高度的目标 零排碳的高度目标 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未来的发展 刚好去年的19月 有一个国际趋势的 非常资深的 非常知名的大师来跟我谈 他看到我们这个modeling 他说 You have to be brave 他就说你们还要再勇敢一点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18年因为执政党大败 就把2035 这个油车跟2040的 2035是油机车 2040是油车的这个政策取消 台湾实在是 各位知道这个冲击非常大 所以从去年底光阳又开始油车 又开始trigger回来了 所以各位知道 现在如果你们有车厂的朋友 卖车的朋友一定跟你讲 最近车子都卖得不错 因为油价很低 各车厂都知道 全世界在十几年之后 都不能再卖油车了 所以现在趁油价低价的时候 都用特价去驱动 他们的产品赶快卖出去 可是大家很清楚 2035很快 剩十几年 你想想看你是一个产业布局 剩下15年就不能卖油车了 你还会再研发油车太多吗 你会投入也不会 所以台湾刚好在走道转的路 走道转的路 那没办法我们冲冲冲 那时候为了 大家都知道冲冲冲院长是谁 为了挽回民进党 因为地方败选的颓势 他把这个政策取消了 可是你不要论这个政策对或错 你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 你就知道答案在哪边 你就知道答案在哪边 所以这个大家要去思考 转型是非常困难的社会工程 那回到刚刚这一章就不要讲 那我们在生能源发展的比例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在2019年 如果加上灌场水利 没有灌场水利就底下 那个橘色的 大概3点出头% 然后2019 如果加上灌场水利就是5.56% 现在大概6.5%了 现在大概6.5%了 各位有空可以到我们国发所来参观 我们所长 司所长一定很欢迎 现在进到我们国发所右边的门口 就有一个电脑的荧幕 秀我们今天太阳冷的发电 现在更正发电几度 昨天的收益是多少 我每天进去都会看 然后跟各位 如果有时间待会再跟各位报告 台大真的很落后 我们这事情 努力了好几年才达现 台大第二间是在动物系 然后另外是永宁 他们是自己去建制的 所以台大真的很多 台大这么多的校园 这么多的屋顶 全世界的大学都在谈零排碳 碳中和 台大什么都没责 我讲这话我负责 所以这个就是要去驱动 所以当我讲这话 人家高层不会高兴 这个事情我们曾经有努力过 其实我们有引入 金融机构的资金 希望来赞助台大 但是在很多的关系底下 不是先任高层的责任 就是在很多英年机会底下 刚好就消失了 漏过这个机会了 否则人家真的会无喜贷款给我们 甚至谈到说 你先无喜贷款给我们 未来这些钱 也就不要还了 反正就当成奖学金 这人家金融机构都 都不会有问题的 OK 各位想想看 他金额多大 好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 台湾的转型目标 我想这边就不要多谈 台湾的电力结构 怎么发展 50 27 20 我刚刚讲 50就是天然气 27就煤 20就再生能源 现在大家在问 你这是2025 那2030 2040 2050 台湾能不能提出 更勇敢的目标出来 台湾的台湾海峡 是全世界 十大最好封场的 前三大和前四大 有四个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走 OK 这都要去思考 全世界在 2018年 就是这个 有一个叫做 John Lockstone 他们在2018年 19年的时候 提到一个叫Carbon Law 就是说他们学 墨尔电力 大家都知道 这个半导体产业 电子产业的墨尔电力 他们提到Carbon Law 就是每十年的碳排 全球要减少百分之 五十 他们提出了一些方针 这样才有 百分之七十五的机会 会在2050年 将升温控制在 两度膝之内 我再说一次 30年后 如果你还在的话 如果那是一个灾难的 世界的时候 到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办 然后有人就问我说 老师你这样说 这样想要生小孩 就不要生小孩了 不然我当时就生出了 你想什么 你们孩子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施老师的女儿 两个女儿 到时候应该是四十几岁了 都是人生最轻壮的时候 是一个大灾难的时候 像圣经这样预言的 这个多惨 所以我就不要讲 这就是最新的预测 我就不要讲 核能的价格其实越来越高 再生的价格越来越低 台湾里边有很多辩论 说再生能源价格太高了 是怎么样 所以风能也太高 所以我们赶快晚一点再建置 其实那个都是 非常值得思考的说法 因为这样的说法 让台湾的再生能源 台湾的能源转型 延旦了大概十年到二十年 至少二十年 所以你在越晚进场 你事实上没有优势 我们可不可以 我们的风力发电 我们太阳能发电的厂商 整合中下游 我们到东南亚去做系统厂商 去赚更多的钱 而不是只赚那种 太阳能版的威力 OK 所以大家去思考这些事情 这张图就是在讲 台湾跟其他国家的 太阳能跟风能比较 我想这个都是需要 好 这张再回到英国 就是刚刚讲的 他们再生能源 可以在短短2012年到19年 短短7年从3% 现在增加到20% 这个是非常需要一些 政治跟体制的改革 回到这张S曲线 我想大概就是 我的最后一张PowerPoint 刚好八点半 台湾我们有没有能力 有信心去创造世界 作为世界公民 我想我们这一次在 COVID-19 在新冠肺炎 在武汉肺炎 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我们不要那么没有信心 大家过去都唱衰台湾 其实我们真的要想 我们真的是有能量的 尤其我们又是 这个很民主的国家 好 我的报告到这边 就谢谢各位 那再来就 好 那就是看同学的提问 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做核设经济 是否台湾更留下这些核设 让我们也将它变绿色 做得更有效率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基本上资本主义从19世纪的发展 就是一个朝向高碳排的资本主义 我举一个例子 基本在1902年03年的时候 其实芝加哥已经都是电车在跑 当时的汽油车出来 尤其福特的力道非常大 他们就让芝加哥的市议会通过决议 废除电车 让他们的汽车可以满街跑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芝加哥就是全世界知名的污染空污 不严重的城市 那你不要讲空污 包括碳排 因为它是一个 Facial Fuel Economy 所以全世界可不可以 透过这样的COVID-19新冠会员 真正来反省 来改变生活习惯 跟整个各种习惯 减少碳排 我觉得这个要非常大的觉醒 可是从全球的经济竞争来看 其实这个如果全球没有达到一定的共识的时候 这个就会有变成Freelider的问题 你们赶快去剪 让我继续扩张我的势力 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杨同学也非常大气 这个核色经济留在台湾 没关系 然后我们把它改变成绿色的制程 来帮全世界做这个典范 我想这有可能 这有可能 我们如果很多的产业 如果能够思考是说 我在比较的效益底下 我有些东西产品 我就改了 我就不要了 我做出 开始改变 我做出有高付加价值的产业的话 那何乐不为呢 我举一个例子 各位可以听 石化产业没有不好 只是石化产业的高质化动作 真的是非常慢 太慢了 因为没有外部压力 各位记得吧 我们在2012年 跟2016年世界足球赛 全世界有写说 台湾赢在足球赛的更衣室里边 赢什么 我们把我们的宝特瓶 我们的瓷器 各位你现在每天回去 我待会回去九点半 今天拜三 今天没收垃圾 我们真的有 瓷器一工 那些瓷器一工 我问过 你们有收瓷器的钱吗 没有 每天来这收垃圾 收宝特瓶 送给瓷器 瓷器把这些东西 拿去抽丝 重新抽丝 做成两感衣 然后赚这样的一个外汇 所以台湾赢在足球的更衣上 这是一种骄傲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台湾其实要更有创意 前两年大甲妈祖品牌的团队更有创意 他们把大甲妈祖的香灰绣在衣服后面 让信徒觉得是说 我穿这些衣服 我就大甲妈祖 因为有香灰 你们这一代可能很多人 没有吃过香灰泡水 我们这一代有吃过 妈妈说你怕到 去生命那里 然后泡香灰泡水 然后就叫你喝下去 我们小时候都喝过 OK 这是一种信仰 然后前年底 我记得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们的团队很有创意 把香灰的人掀入在这个袜子底下 然后就有人讲说 这样对妈祖不减 这个产品不能买出来 就有人有这样的声音光 但是那个郑南宫那时候有出命说 不会啊 我们妈祖是心胸宽大 很有创意 知道这些年轻人很有创意 没关系就穿下去 所以我们台湾人 基本上是很有社会创新的能量 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东西 透过我们的创意的量能 这个capacity 我们其实可以转换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都是 在这样的形态底下 生活 然后觉得这样的产业模式 是最好的 而且也可以维持 可是各位知道 全世界的竞争都是这样的 大家今天没有来上这个 都知道 台湾的产业在谈唯利 也不是这两三年在谈 20年前早就在谈 所以台湾怎么样快速走向这种 这个高附加价值的 有很多产业已经这样做了 台湾开始怎么样检视自己 因为资源稀少 要像以色列这样 从逆境中找出自己的逆去 我觉得这是台湾人 应该要思考的方向 全世界没有怕被打压的国家 只有怕自己不争气的国家 我想这是以色列的教训 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在中国这个因素 我觉得大家应该感谢一下 有很强的竞争对手 无论政治军事 或是这个才会让这个国家强烈性 所以这个是同样的问题 然后国法所的 詹云池 然后还有杨同学 他是回答杨同学 我觉得各国应该可以依循深度 去探计划路径 发展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不是一直跟着在排探数而已 答对了没有错 我们台湾怎么样提出深度减碳的计划 怎么样做急速减碳 各位知道中渊渊 去年的9月发布了中渊渊的 这个减碳的报告书 那我们的行政部门的回复 能染是有点是说 他们什么都有做了 那这个让中渊渊的一些学者 不太满意 那各位知道 那个李远哲院长 也常常在念小英总统 小英总统没有把气候变迁 视为是一回事 那据我所知 那个对话应该不完全是这样子 他说小英总统回答 他说那是下一世代的事情 不是他的 我想小英总统绝对不会这样回答 只是说小英总统在他 那各位思考 有一个论点是 第二任的总统通常都是跋脚总统 可是小英总统经过COVID-19 他现在的人气指数 是全所未高了 他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 人气社会的支持度 提出一个破坏台湾未来 这个发展的蓝图 而且我们一直在讲说 我们在学界一直在讲说 这个不是只有减碳 这包括台湾的人才 我们国家会做了很多人才盘点 跟老化的问题 可是你这些东西 你必须要跟能源 包括跟气候治理 减碳 包括跟你的气候内阁 包括你制造业 全部都要讲一次 这就必须大家来思考的 那我们最惯常模式就是 我们的这个行政部门 告诉我们怎么做 我觉得这不太够 我觉得呢 政府应该启动这样的讨论 尤其台湾在新冠肺炎 武汉肺炎这样的冲击 相对是比较小的 我老实讲相对是比较小的 你看我们都还可以跑到 7000买东西 还可以跑出去爬爬罩 国外那个街道都是空的 你看那个冲击多大 当然我们台湾 当然也很多观光业 很多那个冲击也很大 但是我们相对是 我们台湾怎么样 在这样的一个地区底下 去走出自新的路径 这个非常 非常这个非常重要 那我们国发所的 窦伟成同学提出说 老师在2017年的 气候边天社会学 好想你跟他讲个 帮我讲个 你批188页 从目提到专家信任的决策模式 你念了这么细 与反身性现代化的风险管理 与2014年出版的 风险社会典范转移 所提起的风险论处 十五也是一麦 他一次帮我广告两本书 感谢 是不是你走路工了 这应该是套好的 周老师 请问周老师 在未来政府的气候治理风险控管 是我可推动碳排泉的 现期货 这个就是一个 本来就在应该规划 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环保署 其实2008已经都在做 这个简碳的自我登录 自我登录 然后验证 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第一方面是 我们不是国际的联合国的会员 第二我们市场太小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还是都可以突破 现在重点就是说 要不要作为 否则早就在规划了 你如果说到那里就说 我们很会规划 但是我们执行力很弱 OK 那当然我们的前瞻度又不够 所以这样子 老师提出行政应该成立 气候行动内阁 设立气候边界汇报 这固然是制度面良善建议 但私以为 我就是以为此一体 在凝聚社会共识 始终成效不彰 而社会高度共识 是公共政策成功的因素 谢谢 这个很重要 除了可使用省议式民主 启文老师会有何建议 可以唤起大众意识 凝聚社会共识 我觉得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都认为 气候脆弱 台湾的气候脆弱度 跟气候的经济 是未来跟第四次工业革命连结 是未来台湾必走的方向 这个东西的共识 我觉得也不是谁呼吁谁应该做 而是要滚动性的起来 当然政府因为它握有行政资源 它又握有很多 这个庞大的运作资源 它必须要带头做 那社会 我想各位知道 现在非常多的大的产业 都已经意识到 他们没有加入这种国际的这种 比如说CTP 刚刚讲碳阶漏 或是这个R100 或是这种东西 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 所以这样的应该是全部的人一起都动起来 全部的人一起动起来 不过跟各位泼个冷水 天下记者每次来访问我就说 老师我每次写气候编签 我们那一期就卖得很差 我都有一个理想 就是说我们台大国发所或是我们风险中心出版品 可以放在7-11 一本卖150 很多人买 我一直有这样的理想 不知道有没有7-11通路的 或是全家通路 或是什么其他通路的 愿意协助我们一下 我知道上价费很贵 我们祈求让我们上价一下 或许大家去站在那边 没有买也看一下 有这一回事 哪一天就是 各位知道 黄备兴运动为什么会触发 跟这个智利去年要APEC 跟整个气候空位要发展车 为什么喊停 都是跟相对剥夺感有关系 如果各位还记得 应该是2016年巴西的奥运 民众是因为里约市 因为投入奥运建设 发成本太多 他们要涨一点点公车票 就引发暴动 各位还记得这件事吗 巴西的防备兴运动 是因为马克宏取消了富人税 然后他要增加燃料税 尤其法国的民间 很多农民是用柴油车 我们台湾比较进步 我们台湾很多都用电动 电动一种 推车那种东西 法国他们只用柴油 所以你今天取消污人税 你来剥夺我 要给我柴油增加燃料税 台湾也有燃料税 就暴动 而且各位看到那个暴动的情况 延续好几个 延续好几个月 我们还有同学 我记得上个学校听同学讲说 他真的站在 他们那个什么大道旁边 旁边在暴动 还在附近 那个垃垃蛇 这是事情的事情 那智力的暴动也是一样 同样是要涨一点点公车票 所以各位知道 现在因为全世界这种经济 我们当然讲说是 不只是高碳经济 全世界资本主义造成 贫富不拘的严重情况 再稍微再加一点点这样的改革 民众就受不了 尤其是这种相对波动感出来 所以黄贝勋运动出来的时候 经济学人 Economics都在讲说 全世界主张应该要探税的一些学者专家 这时候应该要很清楚 非常困难 就是因为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结构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应该要怎么去做 我想都需要很谨慎 那我在12月有一篇文章 有提到是说 应该是去年 去年三月有一篇文章提到是说 台湾的选民是经济保守选民性格 所以我们2018年年底 执政党会大败 是因为他在做一些改革措施 他没有做好配套 结果就引发了经济选民的大反弹 所以任何人现在无论谁执政 关于是白色的 哪色的 绿色的 以前还有黄色的 现在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台湾民众随时都会翻脸 所以要改革 如果鉴于防备心运动 跟各种世界各国情势 要改革都不能随便喊一喊而已 都必须要一步一趋 但是全世界的转型 老实讲面临了一个难题 一个叫做所谓的incrementalism 叫做建争主义 慢慢改慢慢改慢慢改 老实讲在这个架构底下 慢慢改慢慢改 相对安全 但是改革的幅度都非常慢 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置换 各位可以知道 置换从Nokia变成Apple那样置换 从你没有公用电话 我直接用3G 4G 跳跃到现在要5G 是有可能的 但是社会政治的改革 老实讲真的是非常复杂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 也是需要很多的想象跟凝聚 我们台湾其实是要有更多的人 出来思考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产业界里边 提到的更多的事情 企业生存转型 就是台湾基本条件有其限 事件相对稀少情形底下 需要政策引导整体的资源移动 聚焦 或者个别产业转型或变革 是高风险 能也是其中一款 企业转型对企业环境影响 是理想化还是务实化 台湾生存环境对比国际竞争 相对处于弱势 请问老师如何经由能源转型 注意企业生存 我想你会问这个问题 你对问题的理解会比我更深 但是现在很简单 我跟各位讲就是说 当能源转型已经是国际的 一个论述权的时候 你就是要做 然后能源转型的各种出来的状况 让你我们来想象一件事情 能源转型绝对不会只有增加几%的绿电而已 因为能源转型会带动新的能源的服务业 新的能源相关的配套的经济跟产业 会跟碳一样连接在一起 然后它很多东西不断是 技术会被专利化 它的服务也被专利化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必要跟进的 那你知道吗 产业变局那么大 台湾的产业量能那么高 所以在这个地方 唯有跟进 你才有可能超越 你现在不跟进就是会落后 而且就是会封闭 所以这个企业的生存 那台湾的企业生存 其实各位都知道 台湾的中小企业面对两个大的难题 台湾中小企业经营规模成功了 大概都在一亿的资本额 这是一个问题 你做得好 但是你随时会被并购 OK 但是大家有不一样的观点 比如说细瓶做得非常好 差点被紫光并购 后来被日夜光并购 那大家反正说 日夜光并购以后 反而它半导体市场是几个这样子 这是好事 当然这是大企业 那台湾中小企业都在一亿的资本额 第二 台湾的中小企业都面临家族转型 就是说继承的问题 大家都关心台湾电的继承问题 都面临家族继承的问题 这两个东西就是台湾现在最难的地方 那我觉得各位可以看到很多成功的案例 各位看到比较艰辛的案例 所以这个都是有待我们台湾的各自的努力 那这个就是事实上大家在社会中知道 现实上就是要竞争 良性的竞争 还有恶性的竞争 对不对 那竞争会产生淘汰 那这就是一个很赤裸裸的事情 那政策的引导就必须要让竞争 导向良性 整个国家的国力才会起来 这个没有任何人可以保证的 但是只要你在这个地方 这个把它爬梳好 把它规划好 其实大的方向 比如我们刚刚讲德国这个就是因为 有一个气候灾难的scenario 另外一个这个冠状病毒的这个传染的scenario 德国人就预早做了这件事情 那我们台湾可不可以在我们的产业发展 人才跟老化跟能源跟排碳 重新去规划一个新的方向 这个target做到 我想台湾有这么多的工程师 工程师的就是使命必打 就会做到 我们常常在讲说 我们大学教育 很多是工程师思维的教育 这是台湾的长处 但是好处也就是使命必打 反正就做得到 但是困难也就是说缺乏创意 我前面再多讲一句话 大概在去年11月的时候 我现在忘了哪时候 谢金河 我不先帮他广告一下 他是政大东亚所毕业 然后他在礼拜天晚上 9点到10点的东升的数位台湾 50台 他在那次请到了两个台南的台商 回来到电视线声说 就是台商回流 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 旅行箱品牌的台商 我记得他一直在追问 这两个台商老板 因为他们也讲说 他们从回来要土地 要取得土地 要变更 要建长 要花了五六年的时间 然后花了多少的投资 但是我记得 这位台湾 大家应该知道我在暗示 哪一个台湾的旅行箱品牌的老板 他最后谢金河一时问他说 那你要不要给我们政府跟社会一个建议台商回来台湾应该要重视什么事情 我觉得他讲了两句话非常打动我的心感 他说 他说第一个我就不相信在我一生之中不能把我的品牌名字箱到我的皮箱上面去 他不会都只有做代工 第二个他也不会只有讲说希望政府赶快什么土地释出什么租金减免 他讲说他认为政府应该去布局我们下一个世代就是要面对更有创新能力 更有国际金融能力的人才 所以他讲说创新品牌跟人才 就讲这三个要素 是台湾未来的命脉 各位在讲创新品牌跟人才 所以他不会在那边说 拜托境外什么优惠 他不要 他就讲 当他讲到创新品牌跟人才的时候 他认为大学的教育一定要改变 我想大家都听过很多工程生思维 工程生思维没有不好 只是说这个时候要面对全世界 我们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那些变局 这个都是一样 我再举一个小例子这样比较生动 我们陈明通老师 大概在八年前 他有一天就 因为我们同一条走廊 他就跟我聊说 他女儿现在美国打了 然后是三宋来选才 然后要他回去念哲学 因为他想是脑神经科学还是什么 大家回去念哲学 念哈勃马斯 哈勃马斯我相信你不要听过 我们社会科学都听过 这是德国的哲学大师 然后希望他爸爸回来 告诉他这是什么 那为什么人家这个三宋 假设是三宋 我记得他讲是三宋 为什么去劣财要求他们去补修这个 各位就知道其中的道理 很多东西都是科学上的学习 当然有它 最后还是要回到以人为本的这种 哲学跟价值的实力 这个就是台湾未来可能要走的路 各位成 你还把我的书 泼上去 感谢 我们就请你喝咖啡 虽然我不知道 OK 给你首长 给你一百分好了 你可能再一两个问题 那抱同学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每次到一个地方演讲 同学都会想说老师你真是中年乐学 我说这不是中年乐学 自己的生存命脉 自己的国家 各位知道 我们出国外回来都知道 哪个地方最好 台湾最好 国外的月亮 有时候是比较远 我们在慕尼亚英国公园 各位有空会去 英国公园在秋天的时候 夜幕低垂 月亮真的又圆又大 国外的月亮真的比较远 但是还是回到自己的故乡 你不会被丢石头 你也不会被歧视 开玩笑的话就不讲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 这就是整个世界的价值在变动 我们在这个世界价值变动的洪流里边 老实讲我们真的要找出新的路径 蔡英文有没有这样的量能 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挑战她 毕竟她是我们新的民选总统 我觉得她应该有这个魄力 这边应该有没有总统府的专员 回去跟蔡总统讲说 她应该有这个魄力 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 台湾真的很混乱 可是毕竟也稳住了 政治跟经济的量能跟国力 就会展现在这一次COVID-19 GEOPARTICS整个重新会重新洗牌 所以我们台湾要站上全世界 不是只有再去联合国前面 或再去世卫前面举牌 我们就透过我们的能力告诉世界 但是我们就都让你看到 我觉得这是大家要来保重鼓励 各位有当企业的主管 我会建议真的让你们的年轻人 活力更胜一点 我知道企业都有企业主持文化 开创一些新的创新的方式 我觉得这企业都会更加活络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开放现场的一些问题 我们现场也Q&A 最后一个 好 那谢谢周老师 今天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我想请问就是说 我当然知道说 周老师您从国家发展 以及政治经济 整个社会的制度 来看这个永续的议题 那其实我们工学院也有做很多 这方面的议题 当然我们是从operational level 或者是从系统最佳化来看这个问题 那其实我想要进到一个 比如说刚才您说的电动车的这个问题 那大概20 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行政院前院长 赖院长那时候提出来说 也要禁售燃油车 然后后来又就像您刚才说 后来又政策有点转弯 那我想要请教您几个一个看法 就是说如果现在世界上像新加坡 以新加坡而言 他其实是摆明的 就是说他其实是不站在发展电动车的市场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充电系统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反 但他也是遇到节能简单的问题 所以他反过来说是 因为可能新加坡都市的特性 所以他反过来是改变市民消费者的行为模式 他用更便捷的交通便利 更便捷的大通运输系统 然后来改变市民 或是新加坡人民的一些消费习惯 那另外一个例子像挪威 那挪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挪威他自己明明在北海原油的那个 他生产了这么多原油 然后他可能国家的GDP 可能至少搞不好占比 占了10%甚至到可能没有到20% 是由他的能源的 尤其是原油的输出 可是 电动车的占比特斯拉的占比 可能是全世界反而赢了美国 他记得他可能有计程车 是用采用电动车 搞不好已经占到30%甚至到50% 因为他对电动车采取非常高额的补助 那结果挪威是自砍手脚 他自己出口能源 结果他反而让很多 补助很多电动车 那不知道说您对这两个例子 您的comment是什么 然后再回到我们台湾 那很遗憾的 我觉得还是没有看到政府大力的推展 你看我们电动车充电的 那个infrastructure 其实是非常的牛步化的 那尤其我们的形态 又跟美国形态差距很大 因为美国形态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车库 所以他会很方便来改装 这个充电的一个系统 那像我们现在连新建的大楼 我想他的停车场都还没有到 都是鼓励性质而已 但是并没有说 那建商家你现在是鼓励 我也没有诱营想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不知道说你应该对一个新加坡的例子 以及挪威这个例子 反思回来台湾的这个特性 又也不完全是像新加坡这样 因为大家出了台北 就不太像新加坡这样 但我们又不像挪威这样 那不知道说这件事情上 这个下一个世代的运剧 对于能源的这种冲击 不知道您有什么看法 我们风险中心有一个组员 叫做Loy 郝逸林 他是新加坡人 他因为批评李光耀 所以他就逃来台湾 那我曾经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在我们风险中心 他本来在长庚做助理 薪水因为你要把很多计划来 他就可以四五万 他说他想来实践理想 那从他身上我学到了 年轻人有三十几岁 他的创新能力很强 我要先讲新加坡 那个谢谢洪老师 其实洪老师不是在提问问题 是在帮我补充 说前面新加坡跟挪威的例子 都是会显现 每一个国家都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性 特色来因地自己的发展创新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是 我相信新加坡会这样做 是经过他们前瞻的考虑 跟前瞻的规划 那大家都知道 未来可能是共享车的时代 或是未来可能 这个是汽车产业会变成服务业的时代 所以这个当然大家喊得很快 各位知道柯达最快数位化 可是他数位化走得最快 但是后来失败了 他就倒闭了 我家还有柯达的消卷 所以这里边需要很多 这个因地质疑跟灵活跟弹性的变迁 那新加坡走的方向 我相信 因为大家去过新加坡都知道 会塞车 在他们一些便捷的路道 在一些重要路道上会塞车 所以他们往公共运输 要求改变市民的行为 这是重要的 那我们台湾曾几何时 其实也是这样子 只是我们的捷运 老实讲 也是发展太慢 也是发展太慢 所以造成台湾的这个机车 现在变得也是很重要的代步 所以这里边有非常重要 因地质疑的 那挪威的例子也是一个因地质疑 还有整个战略的选择 因为他要去倡议他的这个OPEC 老实讲我记得很深刻 我在2005的时候 有一天看中国时报 有一张就 照相出来就讲贵州 Tank 就是电动Tank 我想说贵州 贵州省 所以我们同学现在如果到海南岛 从下飞机到你要去的园区 全部都电动车 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一块 其实是已经落后人家很多 所以我想这是因地质疑 第二个就是说 各国在因地质疑 跟社会的特性有关系 各位记得吧 这个我们的U-bike 对不对 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 社会互相信任的企业 U-bike也要进来台湾 对不对 没有成功 对不对 在大陆也没有成功 所以这里边有相当多的 社会的契约跟特性在 要发展一个好的产业 就是要跟社会的创新 跟社会的信任 跟社会的运作是相间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 无论我们选哪一种路径 其实我觉得就是 政府在推动这个 要有很强的社会共识 那比较可惜是说 我们台湾的政府过去 的确都是比较专家治理 跟专家决策 就找我们 找我们这样 整个学者专家 就做出决策 沟通的能力很差 沟通能力很差 所以这一块就是我们 我们最痛的地方 因为你要整个社会去变革 那个社会的共识 跟社会的committer要很强 那大家当然知道 现在要拿到完全百分之百 的共识 那是不可怜 可那个趋势 跟那个送点发展的方向 我在德国学到了 比如说我在 慕尼亚巴巴利亚邦 他们就有一个未来委员会 就德国的邦到政府 欧洲很多国家 都有很多未来委员会 就是他们会去看 未来的发展是什么 我们台湾其实这一块 应该是国发会来做 可是我们国发会 从以前金建会到 都一直在做现状的评估 其实当然他也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也要肯定 但是这一块就是比较差 那智慧电表 我要举台湾的智慧电表 智慧电表 其实台湾早就该推了 我们大的工业用户 40万的工业用户 智慧电表早就做 可是我们一般家庭智慧电表 有很多什么在地下室 在什么 其实真的都可以技术解决 我还听到很多障碍 但是都可以技术解决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国家 有没有决心要往前走 所以领导人的决心很重要 领导人旁边的重要的干部很重要 我们国发所现在有几个重要 有几个年轻人毕业 都在直辖室的首长旁边 我们专班可能也有在中头上班的 发言人或是什么 那我一直在觉得是说 其实这个真的就是 新的时代要用新的眼光来看 所以这个要有一个很宏观的东西 那我这样讲不然有没有拉得太远 我觉得台湾必须要建立社会的智库 我们现在看就是三大经济智库 对不对 都在做经济预测 可是我们遇到COME19 各位可以讲 全世界重要的学术界跟学术智库 都在谈COME19要怎么样 我们没有人发声 所以一个国家要强健重要的智库 思考未来社会发展很重要 这个我也是另外从这边延伸出来 谢谢洪老师发言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 谢谢周老师 我觉得瑞典有一个Greta Somber 台湾还好有你 中年热血 那我想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这个论坛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谢谢同学参与 下一次就是两周以后 是的 下一次土木系 那下一次土木系 那他们因为土木系助教应该会再安排 因为下一次的场景会在土木系的教室那边 那我想我们就等土木系助教的通知 时间应该是照原定的时间 OK 那就到时候见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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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